在几天之前的亚运会男篮决赛中,中国男篮在一度落后16分的情况下,展开反击,最终成功击败了伊朗男篮,赢得了一块宝贵的金牌,以最圆满的成绩结束了亚运会之旅。 对于此次以国家队红队为主要班底的夺冠阵容来说,能够得到这枚金牌,是实力的体现但是也有着惊喜,而此次红队的主教练,正是昔日中国男篮的超级三分手,小李飞刀李南带队,在夺得金牌后的第二天,李南也在自己的社交媒体发布了消息,想说的话太多,多到不知从何说起, 两年国家队的红队主教练生涯,给了我太多的历练,谢谢一直支持陪伴我的人,是你们让我变得更优秀,更要感谢姚主席,是你让中国篮球人看到了希望,坚持做我们认为正确的事情。 的确,自从姚明上任蓝鞋主席以来,他是无巨细地认真完成每一件事情,就拿最近一个月发生的事情来说,先是赵继伟在国家队集训之中受伤,但是姚明直接大手一挥,宣布赵继伟后续的治疗费用,全部由蓝鞋来承担,随后进入雅加达亚运会时期,姚明除去每场比赛都要督战之外, 还要帮助国家队联系训练场地,以及当探子来刺探对手的实力,根本没有任何的休息时刻,不得不说,姚明,的确是中国篮球最该感谢的人物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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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